美方、刺子方、漂白水方 年頭籠債全香港 零售業消貨總值 比去年同期報跌超過兩成之下 超市的生意逆市升一成 賣了293.4億的貨 FatFat 政府要求惠康和白街 想拿第二期補就業津貼 就要減價益市民 Nani?減價? 他加完價才減給你 正貴的舊市 其實這方本是 為了確定超級市場波幅 我們派出超市特工舉 比較20年8月19日的價 和銷委會上年多低的價差多遠 去片 星期三有Nani加價 皇冠廁紙10卷裝39.9 貴過上年8% 花王漂白水1.5公升15.9 加了16% 甘綠米5公斤79.9到82.9 加幅21%到25% 又不是全部都Lady Gaga BBQ最外廚師場 兩間大超市都賣22.9 比去年1元 另外這個月賣便宜的 還有XO醬 胡法素和M斤 好過沒有 超市特工隊 完 其實IQ86 星期二還說要跟兩間超市談 真的要拿補貼的話要點回水 到31日開始交表之前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的空交 關乎錢 不是多少人可以這麼輕鬆的 大家知道李先生 他派了十多二十億 只是零售界 如果你正常他會貪你的億多 邵家費建議李先生 拿多少就派多少給市民 真金白銀的現金券 接著他幫一些弱勢社群 可能是中緩戶 多少張 怎樣分了 那塊錢有多少 大家可以數到 我想香港市民會更加調氣 會順一點 有街市小販擔心 超市減價會是大石壓死小店 因為大財團入科本身便便宜過他們 再減價的話 小店便更加少人光顧了 小店便更加少人